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菲律宾就南海表态,直接对美,不愿意被他国利用挑战中国。 据菲律宾商报报道,菲律宾政府坚持其独立外交政策,强调不愿意被其他国家利用来挑战中国在该区内的主导地位。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洛克说,我们不愿意被其他国家利用来挑战中国在这个区域的主导地位,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奴隶,我们独立了。 杜特尔特上台后,中非关系实现转环,双方互信不断增强。 8日晚,在马尼拉举行的2018年春节招待会上,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临时代办谭秦生表示,作为菲律宾重要的发展伙伴,中国未来将积极推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,相信中非关系的发展,必将为菲律宾人民带来更多福祉。 谭秦生在招待会上致辞称,2017年是中非关系,取得重要成就的一年。 据中方统计,中非两国2017年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,中国已成为菲最大贸易伙伴,中国进口菲热带水果达100万吨,2017年近百万中国游客访飞,较上年增长43.3%,中国跃升为菲第二大游客来源地。 目前每周往返中非之间的航班达300架次,谭秦生说,2018年是中国落实19大精神的开局之年,同时中国也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,中国将按照19大的战略部署,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,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,稳步推进。 一带一路建设,我们将继续坚持亲、成、会、融周边外交理念,不断推动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周边国家关系发展,推动建设中国到东盟命运共同体,促进地区繁荣稳定与发展。 谭秦生表示,中非关系已迈入新的黄金时代,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心下,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,中非关系一定会行稳致远,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。